Hello,大家好,我是Howard 距離上次更新影片已經一兩個月份了 原因實在是因為太多事情 而且過去幾個月 我們他們的Blockchain生態其實有很多有意思的項目 並且整個生態都是爆發式的增長 那我們今天就來講一下有關USDT的Smart Contract 話不多說,我們就馬上開始吧 首先,今天的內容我們會涵蓋這幾個部分 第一個點就是到USDT的智能合約 再到講一下關於什麼是TP標準 以及它內容有關的一些基礎的方式代碼 以及這個智能合約又有哪些特殊的地方 首先,如果我們到tongviewer.com 你可以看到tongviewer.com 你在這邊搜索,你可以搜尋到USDT合約 你需要注意的第一個點就會是 市場上絕對有很多仿茂的USDT合約去客鏈上 但你必須找一個唯一一個的智能合約 來確保說你並沒有買到假的USDT 那我們連到這邊,你可以看到會有一些基礎的相關訊息 tongviewer.com都幫我們展示出來了 首先你需要認明它的USDT合約 絕對是一個EQCX116M這些東西 就是去二次教研它的智能合約地址 那再到下面,你可以看到目前的腫瘤通量 在我們錄製這個影片的當下 它是330M的USDT在整個tong的區塊鏈上 那當然它有Meetable這個東西 我們還會再說,這就是展示它的Meta data的部分 比較特別的,它的Decimal其實就是六維數字 這個比較特別 再來一點就是我們可以點到holders去看說 目前市場上流通的USDT它的分佈情況的百分比是多少 那還蠻方便的 只不過我們回到我們今天的影片的主題 我們就會專門來講它的USDT的智能合約 那我這邊準備的一份代碼是涵蓋在區塊鏈軟體上面 他們open source的部分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你不用擔心 或者說你不放心的話,你也可以在自己從tongview上面copy下來 OK,那我們就回到我們這個 我們的ID或是我們的代碼 那你可以看到這份代碼 我已經把它送到我的Behub repo上面 歡迎你隨時去做拉取 首先第一個點 我們可以先簡單的從基礎開始講起 我們的contract合約一定會放在這個contract的資料夾裡面 你可以看到我整理的方式 我是只有涵蓋Draten Minter Draten Wallet 如果你不知道為何Draten會有所謂的Minter跟Wallet的概念的話 你可以看我們之前講過的前面那幾支影片 那第一個點我們就先從Minter開始講起 Minter只會是唯一一個合約 這是你需要知道的 無論你看到USDT它會有無數個Wallet在上面 但是它的Minter合約就是只有一個 也就是這個Master的合約 OK,那首先我們就來把所有的code把它收斂起來 按照我們一如既往的行為 首先我們進一個來看 當你看到USDT FUNC-C的代碼的時候 第一個一定會看到這種 LoadData跟SafeData 簡單來說它就是一個 讀這個合約有的長量變數 存量變數的值 以及把它去做更新也就是組存的一個動作 所以這兩個是相符相稱的 那簡單來說是這樣 對 那麼第一個需要存的值就會是Total Supply 那你可以看到它其實前面會保留這段值 那下面這是我自己附加的 方便你理解 你可以看到概括性能來說 Jayton的Minter合約一定會有Total Supply 畢竟我們需要知道 目前為止這個整個世界上的總額 它會有量是多少 第二個點就是 管理員的地址是哪一個地址 那麼下一位管理員會是多少 這個我們可以待會再提 這個是比較特殊的點 再來就是Jayton Wallet Code 還有這個MetaData URL 這個部分其實是在Jayton的這個Stand上面 會有包含 如果你看到的話 它在這邊會有含 概括性的有提到說 另外一個TP 它在這邊會有一個Token Data 它這邊有涵蓋這些描述的 就我們剛剛提到那幾個點 會在這邊需要做輔償 舉例來說你的Amounts 一些細節可以看到 這也是為什麼 無論你的Jayton如何去做魔改 你的合約裡面是必要這些參數 OK 下面就是我們說的 你這些參數都會 假設你這邊有五個類別 然後這五個類別都要照 一樣的格式把它填入進去 這樣 就好比說你家裡有一個書櫃 那你儲存的空間跟你要去讀它的時候 其實都是表定去把它排列好的 你不能說誰儲存的時候 只有五個空位 可是你存的時候 你只有存它三個空位 這是不可以的 那下面這個Private Function 就是說它是一個比較一整坨的一個 function在這邊 那它待會也是要方便去做呼叫 如果你在這邊做搜索的話 你會看到它在下面有出現過 另外兩次 OK 那所以我就不先多做介紹 只不過 我們就可以往下來看到所謂的Main 那 任何一個放棄檔案 它都會有這個Receive Internal 相當於是Internal的Message 多提點 就是Tom Blockchain 有所謂的Internal Message 跟External 就是內部跟外部的消息 但外部消息 我們之前的影片有提過 所以你可以去Follow 過去的影片 OK 但在這邊它只有放三個參數 任何的內部消息 其實都會有四個參數 參數它可以使用 但它這邊只有放三個 只不過這個有點太細節 我並不想在這邊花多時間去講 那我們可以先簡單來看 它其實就按照一般的手法 它會把所謂的一整個Message Input 整體的Message 先把它Paste到 把它一整坨 Logu的 一整坨的SORRY 把它貼到一整個SLICE 但這個SLICE 它會去讀它的Flag是多少 那這個Flag為什麼會如此重要 因為下面會取決於幫助我們判斷 這一筆當前傳入的消息 它是不是已經被返回了 那這個概念可能比較特別 這是在TOM 上面獨有的 它的消息是可以被反彈 只不過它反彈的時候 會有一些相對應的處理手法 只不過我們這邊先不多做介紹 那麼就幾乎往下一些標準的 去處理這些Message的Input 去解析說它的OP code 還有它的Quality ID是多少 那麼處理完OP code跟Quality ID 你可以使用我們前面說的就是Low Data 把這個合約它自己的一些 長量變數把它讀出來 那我們就會在後面使用到 比如說如果牽涉到它發行總量的改變 我們就可以透過這樣去看說 哪些動作會讓它的TotalSpring 情形改變 舉例來說它哪些OP code呢 我們可以把這幾個OP code把它收連起來 這幾個OP code的OP code ID 其實是由它生成模式 只不過這邊先把 OPMINT的代表的OP code 先把它寫入進去 它寶慢在這邊做展示 到時候你到鏈上的流傳區去看說 這筆訊息是屬於哪一個 打入的訊息格式 你就可以判斷這個OP code 來知道說它是哪一個訊息傳入 去觸發哪一個業務邏輯 這個應該很好理解 我們先看一下MINT吧 MINT的動作其實就很標準 就是說能夠鑄造USDT的 勢必是它的Admin管理員 所以這邊其實並沒有太多 特別的操作 這邊其實比較特別的是 它在MINT的時候 這邊有一個Check的數量 是否足夠去轉移 這個點比較特別就是 它牽涉到所謂的 你傳入的Gas fee有沒有高於 的邏輯的邏輯 讓這個流通量可以進行變少 沒有錯 下面就是這個Provide Wallet Address 這幾個其實也是另外一個 TEP標準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有另外一個 TEP89 它是這個Wallet Discovery TEP89簡單來說 它是一個定義好的接口 來幫助其他的DeFi 或者是其他智能合約 能夠跟你的這個G10代幣 進行交互 簡單來說是這樣 具體的細節可以去看一下 它是有能夠一直蒸發USDT 這件事情其實有點危險 那它可能會在事實的時候 需要去做更換 那依舊還是按一個地址 進行管理員的操作 所以或許在不久將來 這個Admin的地址 可能可以變成多簽地址 來讓整個鑄造的流程 變得更安全 也不一定 OK 所以它更換的時候 比較特別的是 它還設定說 也許是為了 新被賦予成 管理員的下一個帳簿 是有效的 所以我們還需要讓 這個新的Dmin來進行認理 那這個部分就比較有意思 所以如果知道 為什麼他們要這樣設計的小夥伴 可以提供不一樣的意見 在底下留言 那我們就繼續往下 Told2 它這邊有說明 它是可以用來鎖定 或者是解鎖 所謂的一些資金的使用 那 這個部分就有點意思了 就代表說 能夠觸發這個Cold2 這個OEco的人 只有Dmin 只不過這個 這一個訊息的文本 就是傳入這個訊息之後 訊息主體 它還會包含說 要把訊息接下來發給誰 多少湯數量 還有說一些 接下來觸發的這些訊息 是什麼 這代表說 USDT的Jayton Mint合約 是有一個超高的一個額外的一層 可以去客製化說 它來為你的USDT錢包 進行什麼樣的操作 那某種程度上來看 這樣的一個設計 其實是非常中心化的 不過我們可以理解 因為USDT其實有一個單一的公司所發行 所以他們有這樣的設計 實必是有他們的考量 對 最特別的當然就是我們所熟知的 就是USDT的在以太坊的網路 都有一個去幫別人設置錢包 去做凍結或是結束的動作 在TOMBlockchain也是一樣 你可以看到它這邊可以去幫你設定一個所謂的狀態 所以我們可以去參數這個動作 OK 那還有一個基本的 把這個合約去做更新 把這個合約去做一個加值的動作 那這個加值當然是為了讓這個合約 可以在未來 它有一個租用的占用的空間 如果消耗的太多 或者是需要扣款的時候 不會讓 來避免這個合約 進入到一個未激活的狀態 那 下面一個比較特別 當然還有準備 所謂安全的Metadata的建立 因為我們都知道在TOMBlockchain上面所有的數據 都是從Sale的格式 只不過 如同我們前面所看到的那個TEP標準 如果是Jayton的內容 它是需要按照一個Diction而已去做篩取 所以它在這邊設計所謂的URI 還有Decimal這個字 那想當然了 我們都知道USDT的浮點數 是跟別人不太一樣的 它是只有6 大部分人在TOMBlockchain是10到9 OK 那 我們就繼續往下 所以下面就會是最標準的 就是Gap Method 就是取鏈下的時候去取合約的值 就會透過這幾個韓式去做釣用 那你可以看到Gayton Data 這個是我們DEP標準會有的 那你可以看到 它這樣返還之後 你需要返還的 按照DEP標準上面所說的 它就需要選擇 它的總量 然後是否可以被組織 還有它的管理員是誰 等等的這些訊息 然後必須按照順序的去分回 畢竟是標準 下面就是所謂的 Gayton Water 還有我們前面說到這個 Next Admin的這個韓式 那需要注意的就是 這個Gayton的方法 就不是在TEP標準去擁有的 所以是它們額外去 在標準之上 Gayton的標準之上 額外添加的 額外添加的 那 在Washin來看 其實它只需要 USDT的Master合約 它其實特別的就是這些 改編管理員 領取管理員 以及它這邊額外 可以去做的一系列 複雜操作 也就是超級管理員 可以幫你去做 一系列特殊操作的一個情形 那麼我們可以繼續往下看到 Jayton Water 前面我們說的 它可以幫你設置 Jayton Water 這邊就是最有意思的地方 或者說比較特別的 就是 你所持有的Jayton Water 也就是你自己的USDT 链上的餘額地址 它是有一個狀態值 可以去做設定的 你看它這邊說 如果定義是甚麼情形 如果E會是甚麼情形 等等 那這就是前面所有的 管理員所保留的一個權限 那麼也很合理 因為有些情況下 Gayton Water 其實有能力 以及他們必須遵從各國的法規 去凍結某一個人的USDT 地址 這個是可以理解 那麼下面一個正常的 Jayton Water 也不會有的值 就是所謂的Wallet 還有它是誰所持有 以及它的Master合約地址是誰 等那個訊息在上面 那這部分我就跟我們比較熟知的 Jayton Water 沒有太多的不同 它可能有一些打包好的一些方式 比如說如何把Jayton轉出 接收還有燃燒等等的 這些都是很標準的一個動作 沒錯 那你可以看到一個正常的Jayton Water 然後它會有Transfer 還有Internal Transfer這幾個動作 還有它可以燒毀 以及這比較特別 就我們前面所說的 就是設置這個狀態 横數的一個方式 對 那你看到這邊有一些判斷方式 可能會先把這個Queries先跳過 可是你可以看到它這邊 唯一一個假的判斷式就是很明顯的 只有Jayton Master上面的這個組合約 代幣的組合約能夠傳入這個消息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前面說 Minted的那個合約 是由管理人去做一個客製化的交流 來從Jayton Master傳訊息到 這個獨立的Jayton Water 它才可以在這一行方式代碼而通過 大概是這樣 那麼下面你可以看到 然後Jayton Water Data也是我們TP標準會有的一些參數 所以我這邊就不多說 下面就是所謂的Gate Status 就是來判斷你這個合約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態 OK 那這個影片我就講的比較快 而且講的比較攏餘 但是我希望可以概括性的 幫助你們了解USDT的合約 還有幫助你們從頭到尾去看一遍 USDT的方式扣打還是什麼樣的信息 那麼如果你有問題 就可以在底下繼續留言 或是到我們的電報群裡面去做詢問 今天影片就這樣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